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昨晚是我们昨晚是停在警察公安这里 它这个是走空线的微信消防站 也是一个便民警务站 我们昨晚就停在这里的旁边 250米的增值 现在我们经过昌格拉山隧道 这里有个人在推着板班车 工艺的 做工艺的 它背上写了一个工艺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路江72拐的观景台 然后我们想把车停在警察场 但是这里还在修建当中 72拐 可惜今天下雨了 这么陡 我们现在回去了 公开飞不了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72拐当中 不停的向下盘旋 一直要下到路江2600海马 现在是4000多了 现在是4000多 对 要下接近2000多了 现在下到底部 雾江 两边的景色十分壮阔 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山脉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地貌比较平静 看似水土流逝的样子 沟壑比较深 会吃人吗 会吃人吗 会咬人吗 要多了一点 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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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应该不难 这是能给他吃吗 能吃吗 我说的 利润 我 �van 哎呦 没到 这里好漂亮 是不是腿发软 看一下路江 哇 腿软了 我不看到水还没什么 看到水了都有点腿软 看到看到水了 腿软了 走 我们回去拿相机来拍 好像没下雨了 走吧 哇 它好厉害 自己都跟着你跑了 对啊 走啊 快点走 走不上去了 这里来洗澡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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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叫什么隧道 木交隧道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石头 哇 他们在前往拉萨的路上 父亲的跪拜 一群有信仰的人 三步一跪 还是五步 还要转着那个转镜头 他们这样走到 那要走几年吧 一年半载 嗯 还有多远 你那个八 八树 你八树线还有二十公里 二三十公里 哇 你看这个镜头 有绿色 有山 有黄土山 嗯 两边道路都在修 然后这边的人 都会栏路 让你做树 跟之前的县城又有点不一样了 现在不会叫栏克的 对 我们现在停在这个宾馆后面的停车场 好可以了可以了就那里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事情